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今天的鹹菜日常 今天想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平常經營MG 就是很多的網友都會來問我說 做神聰節你請想問你 就是IG上PO的照片 現實動態上面的照片是用什麼拍的 或是用什麼AMP去調色的 平常我有一台單眼相機 但是它是那種比較傳統式的 所以它非常的重 所以它已經被我冰在櫃子裡面很久了 那就是出國或是上班工作的話 都是我都是帶著我的手機 手機型號就是iPhone XS Max 它是一把年底出的手機 去年的話就是有新的iPhone 11 Pro 我覺得都是蠻高規格的手機 我蠻喜歡iPhone的手機 是因為它的相機畫質拍出來 其實是蠻寫實的 就是不太會試真 清楚到連毛細孔也看得到 如果相較於其他廠牌的話 其實我覺得iPhone的感覺 是比較我想要的樣子 平常我用iPhone的話 都是用人像模式 人像模式的話 其實它拍出來的效果 它就是看到就是可能後面 人的部分是清楚 但後面是模糊的三鏡 但是它沒有辦法去拍出一個 移動性的或者是快速的東西 因為它需要2到3秒去定角 所以變成說你只能拍一個鏡物 那我們就是從iPhone裡面 內建的相機進去之後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人像模式 我們現在再找一個鏡 然後來對焦 那對焦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個體是清楚的 然後後面是散的對吧 有時候如果你拿太近的話 其實它後面的鏡頭 會有點不太自然 所以你還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它的那個畫面的呈現 好那我們就拍到這一張照片 那再來呢就是 平常調色用的那個APP 它叫做VSEO 它從去年初開始好的 然後開始改成收費制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相對多一點的濾鏡的話 是要付一年大概500多塊的台幣的費用 這樣子 其實跟你平常的需求 如果你覺得你需要很多的濾鏡 很多的比較不同的風格的照片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去購買 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今天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我都是用什麼濾鏡的調色 因為我今天是用那個手機錄音 所以我變成我要用iPad來錄製視頻 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首先我們就是已經 開進去VSEO之後呢 進去主畫面之後 它應該就會寫實到工作室 那通常你可以在這邊會錄你的 像剛剛照的那張照片 然後進去之後 它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個發 就可以進去選擇 都是用這個HB2 HB2這個是我蠻喜歡的濾鏡 因為我覺得它本身的顏色效果 是有一種電影感覺的 不知道就是覺得它的色調啊 或者是視覺效果 是我真的蠻喜歡的 所以我這樣在念前就開始一直在使用它 對然後 其實它裡面內徑有蠻多濾鏡 你都可以去試看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選用HB2 就繼續去做編輯 最重要的部分都是 常用到的曝光跟對比這兩個 它是算是一張照片的關鍵 去做出調整之後 你就可以稍微看到你要的感覺 銳化我也會稍微去調整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飽和度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高彩一點 或者是黑白一點的話 其實你也都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色調的部分我也覺得是非常重要 在從高亮跟陰影的部分 拍到比較暗的照片的話 像背後面或是一些角落啊 你可以拉陰影的部分 讓它呈現比較亮一點的效果 這樣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實用的東西 再來的話是白平衡 就是我們可以從色溫開始拉 這沒有什麼絕對值 所以其實我也不會跟你說 大概要怎麼調可以調整跟我一樣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的風格的不同 我覺得其實 你可以自己調出你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這是蠻棒的一件事 很多人也會問我說 你的照片都會有很多 就是很像顆粒的相片感 那是什麼調出來的 這個VSU裡面的顆粒 我們就是去加 其實你拉到底就會很像一張 就是復古的一種照片 我建議大概是二到三種之間 這個值就好 就是一個感覺啦 那其實 不用拉到太高 因為我覺得顆粒感調太高 反而就是有點粗糙 那所以 只是我覺得可以加一點顆粒 讓它畫面看起來更 唯美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準備 把照片匯出 那只要調好照片 之後按下一步 它就可以儲存至相機條件 好 那你就可以到你的相簿裡面去照 那照片就是這樣完成囉 那大致上今天的教學到這邊 那照片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出自己的風格 我交了你之後 你也可以學我 那其實我覺得也沒關係 我也覺得蠻榮幸 可以讓大家就是 欸 就是想要跟我一樣的感覺 那其實我也覺得OK 大家就是喜歡這個濾鏡的話 也可以去下載來試用看看 好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 記得把我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按讚跟留言 下面的留言我都會看 歡迎大家隨時都可以來跟我說 你想要看一下什麼樣的內容 或是你想要知道什麼樣的資訊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都可以分享跟你知道 掰掰